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给大家讲部韩国惊悚片《下水井》 昏暗的路灯下,一个女学生独自穿过一条小巷 经过一个下水井时,被突如其来的手抓住 拽建了下水道 她不是第一个遇害的女生 六个月来,已经有十人毫无痕迹地失踪了 失踪的人去了哪里,是谁带走的他们 警方对此毫无头绪 这让生活在这的居民人人自为 毕竟指不定哪天,突刀就会落到他们头上 这个借用下水道杀人的变态,叫秀哲 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秀哲父母又有三个孩子 两男一女 那天,父亲不知发什么疯,把门翻锁后 一把火烧掉了全家 只有秀哲逃进下水道,侥幸活了下来 黑暗的精力扭曲了她的性格和灵魂 于是乎,她以家为基点 全面开发了整个下水道系统 利用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指示 组装电线,安装壁路电视 对其搜索的洞序经全面监控 一旦发现落单的少女少妇 便会切断被她改造过的路灯 然后寻找机会,将其敲约,带回下水道里的家 模拟出一幕家庭聚散的场景 被带回来的人,一旦想要逃跑 就会受到她的血腥屠杀 女学生的父亲老李,曾经是位警察 现在是名出租车司机 女儿失踪后,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 曾在体制内的老李,甚至警方破案拖延 不用全力的毛病 于是没事,就跑到警局,询问案情的进展 结果得到的,都是在等的 这让老李暗暂着急 老李想要看看女儿失踪那天,那片的监控 却被前台讽刺,想得美 老李与之爆发争吵,一旁睡觉的小张被吵醒 小张是老李之前的同事 巢中有人好办事,小张利用植物直边 将那天的监控,拷给了老李 老李通过监控,锁定了女儿失踪的区域 第二天,民警老崔维修被秀哲改造过的路灯时 发现一条非法改造电线 沿着电线来到下垂井旁 并在井盖的缝隙,发现狱里头发 老崔叫来陆正,挪开井盖 想要下去看看谁在搞鬼 而这一幕,被秀哲通过监控全程目睹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老崔被秀哲又杀在下垂井道里 当天晚上,一对男女在下垂井房起了争执 男人正要使报 穿着老崔警服的秀哲出现在街头 惊退了男人,男人走后 秀哲将女人揍晕 但在往下垂井里拖拽时 被出来接姐姐下班的秀经看到 秀经吓得扭头就跑 秀哲将女人扔进下垂井道后 赶紧去抓秀经 同时,在附近寻找女儿的牢里看到秀经 不把秀经当成失踪的女儿 于是也加入了这场追逐的游戏 与此同时 秀经的姐姐严淑给妹妹发剧视频童话 严淑看到抖动的录像 意识到秀经可能遇到了危险 此时离公交站还有一段距离 但离他住的地方不远 于是严淑赶紧叫停公交 然后一头扎进旁边的巷子 严淑一边跑一边报警 接线员听是找人 就让他去属地派出所报案 然后二话不说,挂断了电话 最终秀经还是被秀哲捉住了 老李因为追踪秀经 发现了没扣岩的井盖 曾经的办案经验 让他觉得下水道里有毛泥 于是走进下水道探索 树岩那边用手机定位 竟然来到了秀哲的家 并在下水道里捡到了妹妹的手机 就这样 树岩和老李从两个不同的方向 对下水道经探索 严淑更是撞见了秀哲 拖拽女人的一幕 老李那边则发现了秀哲抛尸的地方 这些尸体都已经腐烂 老李赶紧打电话通知小张 但是下水道信号不好 小张并没有听清老李说啥 只听到了监控 于是小张赶回警局查看监控 结果看到老崔进入下水道的一幕 而老崔现在是生不见人 死不见识 避开秀哲后 严淑继续在下水道里摸索 转过一个拐角 严淑发现前方出现火光 为了躲避杀人魔 严淑靠潜在污水里才逃过一劫 但手机因为进水而暴飞 秀哲回到据点 发现秀经逃跑 于是通过监控 寻找秀经跑去了哪里 因此看到了闯入下水道的严淑和牢里 秀哲通过灯光告知他们 我发现你了 然后拉断电闸 带上夜市 开启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秀经逃命的时候 与姐姐相遇 姐妹俩开始寻找出口 他们顺着下水道来到一处地铁站 不巧的是 最后一班地铁刚刚失走 地铁站里空无一人 他们只能另寻出路 另一边 小张和一名警员来到老崔消失的下水道探索 却意外 小张让小警员上报这的情况 他进去一探究竟 倒不是说小张大意凛然 而是他的枪被老李拿走了 警察丢枪可是大罪 他希望自己能在大部队赶来前 找到老张拿回配枪 小张下去不久 小警察探头 往下水道里张望时 秀哲将小警察拽进下水井沙子 躲在警车内的女人 也没能逃出魔杖 被秀哲狗带 下水道内 老李发现了女儿 被塑料布包裹的尸体 瞬间暴走 她疯狂地打砸秀哲的局势 从监控里看到秀哲的身影后 疯了般的超级谱去 想要为女儿报仇 严淑与秀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出口 但是当秀精刚要爬出去的时候 就被感到的秀哲拽了回去 无奈的严淑 只好再次进入下水道救妹妹 漆黑的下水道内 伸手不见五指 而带着夜视镜的秀哲 却在严淑身边刺激耳朵 就在秀哲 要从背后狗带严淑时 从监控里看到这一幕的小男孩 推上电闸 强烈的灯光刺伤了秀哲的眼睛 严淑借此躲过秀哲的毒手 这个小男孩是被秀哲俊养的家人 小男孩智力底下不懂得反抗 所以秀哲一直没有杀他 他之所以帮秀精 是因为秀精给了他许多巧克力糖 两人因此接了情谊 之后 严淑再次与妹妹相遇 姐妹俩抱在一起互相安慰时 秀哲重新杀到 就在秀哲要狗带严淑时 老李冲出来与秀哲斗在一起 拨杀中 老李一枪打在秀哲的腹部 秀哲拼死将枪打飞 老李毕竟是干过警察的人 伸手远非秀哲可比 咚咚几拳 就把秀哲揍鼻了 老李骑在秀哲身上 抛住他的衣领问 为什么要杀我女儿 秀哲用嘴炮 吸引老李的注意 然后挥击铁线 将老李掀翻 老李看着秀哲离去的背影 减枪射向秀哲 结果擦出的火花 引燃了下水道里的沼气 经历枪上爆炸的秀哲 仍然战斗力不减 冲进追上姐妹俩后 准备直接让他俩杀清 绝望中的岩鼠 点燃了地上的汽油 想与秀哲同归于今 就在大火要烧到秀精身边时 老李赶来救出了秀精 就此事情告一段落 但在下水道神处 仍有一双 戴着叶士仪的眼睛 从响起的口哨声腿断 秀哲貌似还没死 好了 今天电影就好 谢谢观看 拜拜